目前很多手机厂商的主板几乎都采用了双层主板的贴合设计 而没得摔的手机它的板层会有多脆弱呢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华为P40 Pro摔后会导致哪些最常见的故障呢 收到同行粉丝寄来一台华为P40 Pro 描述手机是因为重摔拿给自己换显示屏 当换好显示屏却发现手机没有了基带 看到永哥拆中框的视频 自己就想练习一下 就把5G信号小板和中框都拆了下来 但拆下中框发现里面掉了几根线 自己根本无法安装回去了 只好寻找永哥维修 希望一定要把它修好 不然自己只能吃牙巴盔赔板子了 因为主板已经经过高温拆下中层框 拆中层框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永哥建议不是很熟练的同行粉丝 千万不要尝试 因为主板已经经过高温拆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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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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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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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